这对夫妻正在徒步旅行 突然间,天空下起瓢泼大雨 两人迅速躲进了一旁的小木屋 推门而入,妻子艾伦发现这座木屋有古怪 门窗全都做过加固 似乎有意在阻挡外人进入 一番查看后,妻子惊讶地发现了一间密室 里面装的全是枪支和重型武器 意识到不对劲的两人转身要走 却被突然出现在身后的壮汉打晕了过去 等他再次醒来 丈夫马特已被对方打个半死 艾伦也被束缚住全身,动弹不得 没说几句话,对方就朝两人各开一枪 然后趁着夜色将他们的尸体丢弃在荒野之中 幸运的是,女人并未死掉 子弹只不过和他擦身而过 此时,这国歹徒浑然不知 他们惹到了一个不该惹的人 女人是陆军特种部队精英,身手矫健 丈夫马特是一名警察 因执行任务时意外受伤,放了长假 这次,他们打算到郊外的丛林里徒步旅行 顺便过过二人世界 途中,两人偶遇开车的壮汉坦克 坦克见艾伦长得漂亮 不顾他身旁的丈夫 隔着车开启了狂撩模式 满口的乌言慧语让艾伦有些不耐烦 于是朝他竖起了中指 直到一处插路口,双方才分道扬镳 随后他们来到一处餐馆稍作休息 丈夫因身体不适,却卫生间查看伤口 艾伦则坐在位子上点餐 就在这时,坦克带着一群人推门而入 他们将艾伦围了起来 坦克对刚才那个中指一直耿耿于怀 特意过来找麻烦 丈夫看妻子被人骚扰,很不满 就在两人将要大打出手时 一个名叫妈妈的老妇人叫住了坦克 坦克转身就走,似乎对他非常忌惮 妈妈见两人面生,有意无意打听他们的来意 艾伦也不隐瞒,告诉他自己是来旅游的 吃饱喝足后,两人继续赶路 一路上,他们享受着乡野的新鲜空气 朝着森林深处缓缓而行 突然,天空下起大雨 两人顺势躲进了一旁的小木屋 但他们有所不知,这里是一伙黑帮毒贩的一处窝点 等两人发现不对劲时 坦克突然出现,趁机将他们打晕 原来餐馆里的那个老妇人正是这伙黑帮的头目 在他们的概念里,绝不会有人到这种穷乡僻壤来旅游 坦克二话不说,将马特毒打一顿 逼他说出自己的真实身份 直到同伴翻出马特的随身证件 两人这才知道,他只是一名普通的凶案警察 并非FBI派来调查他们的探员 虽然搞错了对象 但是已至此,坦克并不打算放过他们 果断朝两人隔开一枪 然后派人将尸体丢到了沟里 侥幸的是,女人活了下来 子弹并未击中她的身体 她挣脱束缚 看着丈夫的尸体,失声痛哭 她用树枝掩盖好丈夫,做了最后的道别 此时的艾伦移到暴走的边缘 心中有一股怒火正在燃烧 她竖上头发,拿起斧头 转身开启了复仇之路 这些混蛋,她一个都不会放过 特种兵出生的她,用树枝做了一柄长矛 回到之前那个小木屋 其中一名歹徒不愿交代老巢的地点 被女人一招料倒在地 顺势一枪,久地正发 之后,艾伦利用特种部队的经验 在丛林搜寻 很快便发现了坦克的两名手下 她从背后偷袭,打晕了背心男 然后控制住长发男,掏出小刀 一阵疯狂输出,将其就地解决 她将背心男吊在树上 一拳打醒,逼他说出老巢的所在地 可背心男似乎非常忌惮 宁死不从 一番折磨之后 背心男说出,坦克只是个薄腿的 幕后还有更可怕的老大 眼看硬的不行 艾伦再生一技 她将背心男打伤后,故意放走 然后一把火引爆了周围的汽油桶 爆炸的轰鸣声顿时引起了妈妈的注意 她派坦克前去查看,结果得到了一个不好的消息 女人竟然还活着 妈妈狠狠地训斥了坦克一顿 然后派人调查了艾伦的真实身份 接下来的一幕,直接让她傻眼了 全美大学生100米总冠军 五项全能亚军 美国游骑兵特种部队第一名女战士 辉煌的战绩 让几个黑帮大佬看得胆颤心惊 更让他们没想到的是 艾伦已经顺坦克的汽车 悄悄潜入了一伙人的藏身之处 一场大战即将开始 与此同时 一名歹徒的尸体被在附近狩猎的警长发现了 赶来调查的探员 一眼并认出她是妈妈的手下 探员劝新来的警长 最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这个女人属于黑帮家族 底蕴身后非常可怕 上一任警长就曾千叮万主 不要去招惹她 不要去招惹她 可新进警长却义愤填膺 光天化日朗朗乾坤 曾可袖手旁观 她去找妈妈问话 但妈妈可不想和警察扯上关系 谎称手下突发抑郁 一时想不开 祸祸祸 自己把自己给弄死了 可警长也不是傻子 谁会往自己胸口连筒六刀去自杀呢 妈妈懒得继续解释 随便找个借口 便将几人打发走了 与此同时 艾伦也在屋子四周布置好陷阱 她要为丈夫复仇 这里每一个人都别想走 夜晚一伙人围着篝火开指导会 久过三旬 坦克刚想回到小屋 艾伦突然现身 发起突袭 一个过肩摔 坦克被撂倒在地 艾伦抓住机会 猛攻击要害 几招过后 便将坦克当场杀死 处理好尸体 艾伦继续潜伏寻找机会 第二天早上 艾伦看见一个女人 被他们抓来 关在铁笼里 她小心翼翼 避开守卫 来到铁笼 赫然发现 里面关着三个女人 打开铁门后 她将三人全都放了出去 然而走在最后面的女人 突然大叫 守卫瞬间惊醒 开枪射击 艾伦眼疾手快 一刀干掉一名守卫 可对方人数众多 她只能带着女孩 迅速逃离 屋子内 妈妈被外面的动静惊扰 从手下口中 她很快得知了消息 为了抓住女人 她吩咐手下 找来援兵 带上猎狗 还没跑出多远 两人就被一名手下发现了 跑得慢的女孩 伸中一枪 痛哭哀嚎 索性子弹 但只是击中胳膊 并无性命之忧 艾伦护住女孩 连连后退 在男人放松警惕时 触动机关 当场便送她去领了盒饭 夜晚 女孩告诉艾伦 这伙黑帮不仅贩毒 倒卖军火 还贩卖人口 每个女孩都在这里受尽折磨 艾伦承诺 她会干掉所有恶费 不会再有女孩受到伤害 第二天清晨 艾伦在水坑边取水 黑帮赶到抓走了女孩 听到叫声的艾伦 立即发起反击 她先是控制住一名手下 挡住子弹的射击 然后趁对方换弹夹之际 奋起一枪将其干掉 没想到 这一幕恰好被赶来的警长看到 她将艾伦当成凶手 持枪对峙 就在这时 另一名恶匪 人信赶到 开枪打伤了警长 关键时刻 艾伦拔枪反击将其击毙 后有追兵前路崎岖 但这两名伤员 显然不是万全之策 艾伦安对好警长 带着女孩引开追兵 可沿途的路上却流下了 他们的血液 妈妈派来的猎狗 领着追兵 寻着气味 一路追踪而来 为了掩盖气味 他们蹚过一条河流 这才躲过这伙恶匪的追击 刚刚上岸 一辆白色汽车一面时来 车上下来一个女人 竟是旅途中遇到过的 好心导游 艾伦这才送下一口气 他托导游送自己进城 找人帮忙 灭了这群恶匪 可刚坐上汽车 疲倦的两人 就沉沉的睡了过去 等到再次醒来 已经身处黑帮老巢 因为害怕遭到报复 导游又将他们送了回来 死了这么多手下 妈妈怒火中烧 一群人将他们围起来 连续暴打 女孩因怀上坦克的孩子 暂且饶过一命 艾伦就没这么幸运了 被几名壮汉绑住双手 掉了起来 等待他的将是无尽的折磨 一个很久没碰过 女人的大胡子 对艾伦生了歹念 就在他打算办事之时 女孩推门而入 看着这个一次次 救下自己的女人 险些遭到恶魔的侵犯 女孩终于鼓起勇气 拿起刀子 一刀一刀刺向了男子 然后将艾伦救了下来 艾伦打了一针 医药箱里的肾上腺素后 让女孩曾在床底别出来 他要开始大开杀戒 走出房门 艾伦几张便干掉了辫子男 将他撩到在地 踩爆了脑袋 一股酸爽之意 油然而生 紧接着他找到了 其余的恶匪逐个击破 这群肌肉发达的壮汉 在艾伦的手中 毫无还手之力 等妈妈赶到时 屋内已是满地尸体 意识到不对劲的他 转身挟持了女孩 正在两人对峙之时 身后突然窜出一名恶匪 刺伤了艾伦 妈妈则趁机将女孩 抹了脖子迅速逃离 艾伦虽然干掉了 最后一名恶匪 遗憾的是 他只能眼睁睁 看着女孩死在面前 时间来到三个月后 众生出狱的艾伦 通知警长准备善后 他将开启斩首行动 森林的清晨 空气清新 突然一声枪响 划破天际 一颗子弹 穿透了妈妈的脑袋 不远处的丛林里 艾伦缓缓放下 手中的狙击枪 他用完美的狙杀 替丈夫和女孩 报仇血恨 电影《艺人军团》 依旧使用了 老套的复仇剧本 靠着廉价的枪战 和血浆博人眼球 女主更是凭借一把斧子 一柄长矛 干掉了手持重型武器的 黑帮集团 让人匪夷所思 好在有特种兵的噱头 涉及凑合的动作场面 以及女主傲人的身材 矫健的姿势 可以不用动脑子 爽快的一看 好了 今天的电影 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